反正我觉得吧 爱情就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了好多的 爱情电影啊 爱情片啊 就是包括今天我们看这个现场 就是 在爱中的两个人会开心 他身边的人也会开心 我们觉得爱情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可是 爱情是一个只有开心的事吗 97年 当然不是啊 也有很多的脱轴插曲 这才是生日 就是会分开嘛 但是我觉得 就是两个人出现了问题 你应该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逃避问题 就不应该去分开 而是应该解决变得更好 那如果解决完了也不行呢 那就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真看得开呢 那你会坚持吗 或者有人说爱情需要坚持 但我不知道就是我听也很多人说 比如说我的标准是这样 但是当我遇见一个人之后 标准反正会改变 这个完全我不知道 那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解决完了 比如说这两个人根本 我不能一句废话 我也不知道 你想要问 不是因为解决完了 发现这两个人根本不可能在一块 对 那不就分开了 但这是一种经历啊 对 因为这次看更好 对 不问一下